以前呢 在台灣夏天我們都會擦很多的海魚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今年呢 海魚的產量很少 而且它的價錢很貴 以前呢都是蠻中等的價位的 好 那我們在這邊加了一朵 黃色的海魚之後呢 我再加一點點黃色的小花 我們試試看一下這個 黃色小花 黃色的小菊花 讓在這個色調上 這個區塊呢 它是屬於比較黃色系的感覺 好像在林中呢 開了一點點小小朵的 黃色的小花的感覺 好 那我們現在再欣賞一下看看它這個小花上去的感覺 在林中的感覺 還有黃色的海魚的感覺 好 這邊還有一點點小花 我在後段呢 雖然後段呢我們也讓它有一點點的色彩 好 那接下來我就再佈置這一個建山的這個部分 讓它兩株 那這一株呢比較表現 比較有一點點 山谷中的感覺 那這邊比較表現水的平面的感覺 好 那我用一點點的椰子 這邊有一點點荷花葉 好 因為有時候呢 在這個大自然山中呢 也有一些水景 好 我們有兩朵的這樣的小荷花 好 那各位愛花菩薩可以看到呢 經過了到了中午以後 這個荷花一下子就 有一點點快要睡覺了 因為它有它的那個 自然的一種生態的感覺 好 加一點點小杜鵑 好 再一朵的小荷花 好 那這個小荷花它的 它的茎喔 是很細的很軟的 所以我們在擦它的時候 也要很輕很輕的感覺 好 我這邊再一點點 這樣的小荷花 好 那現在 我們可以欣賞一下下它的感覺 好 那我同時呢 把這個旁邊呢 加一點點的這個青苔 這樣的一個青苔 做一些自然野氣山中的一些 景物的一個描寫 好 那我們把這個桌面上的話 慢慢的減少以後呢 我們來做一些的布置跟設計 看一下下 好 那現在呢 我的轉盤就可以整個轉過來 給各位愛花的菩薩們 欣賞一下下 好 把這邊稍微的 整理一下下 好 我們等一下再來整理 好 那現在呢 各位就可以看到整個作品的這個 全貌跟感覺 好 那當然我們再插一件這樣子的作品完之後呢 我們可以加上一些很可愛的 很可愛的配件 比如說這樣的一個橋 或者呢 像這樣的一個竹籬巴 都是很可愛的 這個也是很有趣的 那也是蠻好的一種人文的思想 就是把這個山中的景物呢 讓它感覺上是有一些人的 一些思考的空間在裡面 好 那我們試試看 它適不適合 擺擺看 好 我們看看橋 有沒有很適當的地方可以放 好 當然今天這個橋 是稍微有一點點大 好 那我們在這個海芙蓉上面呢 也給它加一些些的青苔 那它在整個感覺上呢 就更有一種自然的野趣的感覺 好 再一小塊 好 我們可以把它整個意境的感覺 做一個這樣的一個描述 好 然後呢 我在上面有放了一些的仙鶴 好 我們看一下這個角度 好 好像真的是在人間仙境的感覺 好 那我 我可以在上面放一些仙翁 或一些小人物 比如說呢 我現在來試試看 擺擺看 給您欣賞一下下 比如說呢 您可以看到呢 我手上有一些像這樣的 很可愛的 像這樣的小木桶 好 那我們就可以呢 擺在這個上面 覺得在另外一個山腳下 就可能從山上一直形容到山下的感覺 比如說我把一些這樣的小木桶 他們在這個圓圓中 大自然中 我再加一點點的青苔 好 各位可以看到呢 好像幾個可愛的木桶呢 在這個 這邊好像是在比較高山上 那在比較山腳下的地方 有一些這樣的木頭 在山腳下 木牛的感覺 好 那 各位愛花菩薩 現在可以看到我手上 也有這樣的一些仙翁 像這樣的一個仙翁 那好像是兩個人在下棋 或者在彈琴的感覺 好 那我可以把它放在 像剛剛這樣的一個角度上 我們找到一個比較平整的地方 好 那這邊還有一個 我再把它放一個在這個角落的地方 所以這樣的一個意境跟空間的感覺 其實是可以慢慢的去琢磨的 然後比如說這樣的有一個亭子 像我們剛剛講 詩雲台上 那含碧洞前 自採茶間 好 像這樣子 還有一個人在這邊讀書 我們就可以把這樣的意境跟感覺 慢慢的放 放到你覺得理想的位置 所以 其實在這個過程中 是真的也是很有趣 好 好 放一下 OK 好 還有一隻 赫 我們再試一下 找一個位置 再放一個仙赫 好 好 現在來看一下這個作品 好 我要把它轉這一邊 好 因為這個松比較大 好 那我們從 很高的這個山峰上的一個 山景的一種描述下來 好 一直到整個山劍中 然後呢 一直到更低的一個山谷下面 的一種描述 好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像這樣的一個情境的感覺 好 那我想呢 那我想呢 自從在 魏晉南北朝 桃約明的 的詩開始 他說 圓西行 望路之遠境 鋪逢桃花林 那幾千年來 我想 不管中西 中外的人是 對於夢中的淨土 那理想的國家 那理想的桃花園都是有追尋的 那我們知道呢 其實我們剛剛介紹到 現在很多的僧人 他們也是選擇一種 农產的一種 生活的一個方式 那像我們知道呢 有些人住在山裡呢 那自己種茶 那自己自煮 那在種茶中 也得到很多 很好的一個經驗 我記得有個聖倫法師 他就有一個 自己的很好的一個茶園 帶著很多的居室 一起種茶 採茶 自己自煮 那他也在自茶做茶中 得到很多的經驗 比如我記得他有曾經說過 比如說像我們在 在茶葉 在採清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在靜置的時候 就代表像禪 禪定一樣 然後呢 在在草茶的時候呢 就感覺上 就是很禪月的感覺 那在純清的時候 他說就好像在修行中的寶刃一樣 那在勞念的時候 就是好像在提醒自己要團結 那在焙火的時候 在烘乾的時候 焙火的時候 就是在純針 那烘乾的時候呢 就像是在 就是在最後煉道的過程 所以他在這個 製茶的過程中呢 他運用佛法的生活 結合在一起 那我想這也是一種 我們剛剛提到 農產生活中 因為我們要在 行住坐臥中去修行 那期待這樣的一個作品呢 也能帶給你 像世外桃園一樣的人間淨土 那厭此香滑 片滿十方 共有三寶 呼華龍天 普勳眾生 共入佛制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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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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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打开生命电视台 让全世界的有请大家合为一体 也愿大家多顾持生命电视台 阿弥陀佛 画播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中文化基金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每天吃饭都要上供下施 所以各位一定要培养习惯 你每天要吃饭 要吃饭之前 早上跟中午 供养佛 供养法 供养生 就在供养 然后供养一些护法 唯陀菩萨 前南菩萨 护法 马上你要 布施一切众生 就拿七颗饭 一点点面 念个翁啊后 请你儿子拿到外面去 然后全家再开始吃 这样就马上五分钟上供下施圆满 作曲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